120公里口径强大火力 复合式装甲给予车体充足防护力 还兼具了不俗的机动性 为国军作战需求打造的M1A2T主战车 据传最快将从今年第二季开始交付 如果一切如期如值 我国采购的108辆艾布兰战车 将在三年之内接收完毕 代表北台湾的陆军联兵旅 就快要迎来全新战力 如果当你在面对敌人 你要跟敌人搏命的时候 人员有信心但装备没把握 这个仗是绝对打不下去的 M1A2T是可以跟99大改 PK的一款主战车 不过比敌情威胁更迫切的是 庞大军费支出 因为人员训练和装备妥善率 都得用钱堆 你要能够形成初始战力 陆军的训练来讲的话 因为它还包含模拟器的购置 然后各种地面装备 然后人员的种子教官的选讯 跟种子教官回来台湾之后的 这个培训跟扩训 而主力战车 软硬体设施的全面完备 是未来三年之内 国军军备大幅更新的缩影之一 包括66架F16 Block 70 在美国国会敦促之下 终于准备交击 2024年美国对台军售 正式进入交货高峰期 先看正面影响 除了主力军备进入新的世代 技术转移或维修需求 不乏商机 不管是对外或是市商的这些军供 特别之前有2000多亿的特别预算 那这方面来讲的话 代表说这相关的资源 已经投入到我们的相关的 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 有关国防产业这一块 那当然如果对美国采购的部分 还有所谓的公和 offset的这部分 也会回归到国内来 如果能够运用得宜的话 对国内的国防产业 也是很有帮助 但是产业期待这股活水所费不资 摊开今年度国防总预算 其中军事投资1305.6亿的 十多项公开项目 空军主要是F16 和爱国者飞弹相关配备 陆军除了新式战车 还有标枪刺针飞弹 海马式多管火箭 火山布雷系统等多项武装 加上海军暗制鱼叉飞弹 重型鱼雷和其他直射武器 因为金额高都得分年支付 使得未来三年 立员预估需求数字 每一年都超过500亿 其实当然以目前来讲 军方他们在编列 这样一个预算的时候 他如果把年度预算提高 但事实上目前来说 年度预算能够提高的范围 也是极为有限的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紧缩到 这个作业维持预算 因为以向人员维持预算来说的话 未来还因应大量的 这个义务役的人员入 人员维持费会增加 那人员维持费 他势必须要 也会挤压到作业维持费 国会预算角力 心同在年初就被预告 国会三党不过半的全新局面 恐怕让国军的战备和演训 还得为了预算 量入为出 那我们如果作业维持没有 你的后续没有站立 那你钱就那么多 那是不是我们要先 编列一些特别预算 那编列预算 我们已经已经编过 海工特别预算 编了将近2500亿台币 新的政府 新的国会民意机关的成立 代表说 以后对国防预算 相关的这方面的监督力道 会更加的强化跟严谨 这当然是欢迎的 因为毕竟是代表民意 但这也对相关军事 这个采购作用人员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更谨慎 更小心 特别是在执行的相关的方 相关计划方面 他必须要去落实 包含他的进度的管控 包含他预算的支用等等 而武器性能能否发挥 有赖人员素质 偏偏致愿意 别说边线比 关士兵的离退增加 问题在这时 也将被凸显 因为我们人不够 你所有的武器装备 都要靠人力来发挥 那我们现在招生招募出了问题 不然你买这种武器 但要没有人 那你买都 那这是战役展示 做阅兵 做阅兵参考作用 你没有办法发挥 他作战的功能 国军常年高喊的 小而精小而强 仍然有其极限 接装新的武器 同时维持军队体质健全 才称得上 战力保证 TVBS新闻 朱光宏耶福 拍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